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搭建这个服务的基本框架 那么我们刚才也介绍了 对于这个基本的框架呢 我们是基于前面所实现的这个线程池去搭建的 因此呢 对于本捷克 我们重点呢 是把这个一部任务的基本流程给写出来 包括呢 我们使用这个Socket去监听这个网络 以及接听之后呢 怎么样进行这个网络的处理 它会经过哪些流程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本捷克的主要内容 那么在搭建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关于网卡的工作模式的 那么网卡呢 它就工作的时候 有两种模式 分别有这个混杂模式 以及非混杂模式 那么对于混杂模式呢 它会接受所有经过网卡设备的数据 不管这个数据是不是应该接收的 它都会接收 而对于这个非混杂模式呢 它就只接收目的地址 指向自己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在实现网络 设断工具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把这个网卡呢 设置成这个混杂模式的 使得这个网卡 可以更多的去接受相关的数据 好的 我们来到Patchimai第一 打开之前的一个项目 那么在之前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文件夹 分别有这个Computer Principle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一个实践 然后呢 是Upload System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关于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实践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新的包 并且呢 把它命名为是这个Computer Network 表示呢 它是接受机网络的一个实践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Python文件 命名为是Server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搭建这个网络 收藏服务的基本的一个框架 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类 命名为这个Server 那么这个呢 将会是我们服务的总入口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类的 init的方法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套接制 那么因为呢 我们是实现一个网络收藏工具 所以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套接制呢 去监听这个网络 这里面呢 我们引入Socket这个包 在这个init的方法里面 对吧 我们新建一个Socket Socket -Socket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Socket呢 我们需要设置这个参数 首先呢 第一个参数 是这个套接制工作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 工作在这个IPv4的这个协议里面 接着呢 第二个参数是套接制的类型 这里面呢 我们设置为是这个原始套接制 第三个参数呢 是关于它工作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是这个IP协议 好的 这里面的三个参数 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是工作的协议 类型 然后是套接制类型 以及这个具体的协议 接着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套接制呢 绑定到具体的这个IP和端口 对吧 Bind 这些呢 都和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套接制编程 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获取本级具体的一个IP地址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通过IP config 这个命令呢 来获取本级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会输出多个地址 那么只有一个地址 是真正的IP地址的 那么前面的 有这个VMV的标识的话 都是属于这个虚拟机的IP地址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不需要的 我们需要这个实体的物理机的地址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取到这个IP地址呢 是192.168.50.105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self.ip等于这一个 然后呢 是它工作的一个端口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端口 设置为 8888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要更改为自己的主机IP 这里面呢 只是老师的这个主机的IP 接着呢 我们绑定这个IP和端口 self.ip self.端口 然后呢 我们记得要把它设置为 混杂模式 self.socket.ioctl 那么这里面呢 混杂模式是通过 sio这个receive all 这个标记去设置的 socket.receive all on 然后呢 开启这个混杂模式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实现一个 启动函数 loop serve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循环 循环的去网络里面 取出这个IP报纹 并且呢 把它提交到这个现成词 去执行的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新建一个现成词 self.pull 等于这个现成词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前面 所实现的这个现成词 给引进来 from operate system 点pull import readpull as tp 表示呢 引进这个现成词 并且呢 把它重命名为 是这个tp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通过tp 10 去新建一个 现成词 并且呢 里面的现成数量呢 是10个 接着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我们将会 搜探网络报纹 然后呢 把这个网络报纹的分析任务 生成 并且把它提交到 这个现成词 去执行 首先我们先 进行这个 接收 receive 那么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叫做长度是65535 接着呢 我们将会通过这个接收的报纹呢 去生成一个处理的解析的任务 并且呢 把它提交到这个现成词 去执行 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任务呢 命名为是这个 process task 那么所以呢 在前面 我们也需要定义 这一个task的类 plask process task 那么这一个task呢 是继承于前面 我们所实现的 这个 async task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定义 这个处理的函数 process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定义 这个enit的方法 它呢 接收一个参数 package 也就是这个报纹 好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调用 这个负列的过程函数 async task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负列函数呢 是self.process 并且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 self.package 把这个报纹 给保存下来 那么可能也是同学 会忘记 这个async task 这个类是怎么使用的 那么这里面呢 可以打开这个 operate system 这个实践里面的 test.py 通过这个测试的样例 去回顾 这个async task 是怎么去使用的 比如说这里面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func 去传递 这个回调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去使用的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 process这个函数呢 我们后面再去实现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 把这个处理的 基本框架 给搭建起来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 新建这个task 对吧 然后呢 我们 把这个结果 给取出来 result等于task 点这个get result 并且呢 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这里面呢 为了把这个打印 看得好看一点 美观一点 我们采用这个 json 把它给dump出来 好的 我们把这个缩计呢 设置为4 最后呢 就是这个 if name 等于这个 may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服务 给跑起来 server 等于server 然后呢 server.loop serve 好的 那么这个是 关于这个 网络 社团工具的 基本的运行的框架 这里面呢 首先是 定义了这个 socket套接字 并且呢 把它绑定到 具体的主机IP 和端口 然后把它设置为 这个混杂模式 再新建一个 线程词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个线程词 可以启动起来 self.pull.start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 这个loop serve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循环的 从网络里面 接收 65535 这么多个字结束 然后呢 新建一个 处理的task 再把这个task呢 提交到 这个线程词 去执行 那么这里面呢 也是漏了 我们需要提交 self.pull.put task 提交到线程词 去执行 然后呢 获取结果 并且打印出来 对吧 这里面呢 为了方便这个理解 首先 我们也做一些 注释 第一步 就是 接收 第二步呢 是 生成 第三步 是提交 对吧 第四步呢 是获取结果 那么后面呢 关于这个报文的 解析工作呢 我们将会是 主要在这个 process task 这个process 这个函数 去进行 这个报文的解析的 那么本节课 我们主要是 实现了server 这一个类 把这个网络 设断工具的 基本的运行逻辑 给实现出来 好的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对吧 感谢观看